謝謝黃女士 現在請蘇麗珍女士 蘇麗珍給吧 局長 處長 各位議會所有的市民 大家好 我對今次政府填補立法會議席的空間安排的諮詢 我是十分支持的 我對對方案裏面的第二個方案 我覺得是可取的 為什麼呢 其實在同一個名單裏面 就是後面聖位的補償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公平的 剛才有一位網先生問了一個問題 是等於我問的問題 剛才我林局長也回見了 我也不想他再浪費我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在這裏當中 剛才說 大家都有目共睹發生了什麼事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我覺得很多的年輕人 我是不怪你們 很勇敢的 這些年輕人 但是 我覺得你們的家庭教育 很重要 你今天來講的家庭教育 我從來都覺得很重要 你才聽到立法會議席的領導 我覺得我自己投入的領導 我覺得我自己投入的領導 我們帶來很勇敢 我覺得帶來很深入尊重 我覺得是很重要 但如果沒有這樣的態度 我覺得我還要更加堅持 我覺得更加支持正會有諮詢的文件 多謝局長 現在請吳錦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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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一下 你不怕了 因為每位參加者是有登記過的 似乎你是未登記 現在是逮捕的 我們第六輪的朋友已經發言 現在請局長作一個回應 你一個人葬勢啦 王女士 你再問我們這個基本法底下 你個人投訴來的 我繼續回答王女士 王美雪你問 基本法底下是否並沒有定名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補選的機制 來填補這個空權 確實基本法是並沒有一個規定 基本法只是定我們需要經 這個選舉產生立法會 也都是基本法的附件二 就定我們現在才有60個議席 第二天是2021年開始有70個議席 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是經過大選的時候 由市民支持的名單的候選人來 去替補這些空權 這個都是經過選舉產生替補的意願的 而我們對方案二各方面的理據 我們律政司的同事是檢驗過的 他們認為在法庭我們是可以守得住 是站得住腳的 而蘇麗珍議員就多謝你對 我們這個諮詢的工作的支持 還有我也都知識到 你是特別支持這個方案二 我們到最終是採取什麼方案呢 我們要做完這個公眾諮詢 發一個諮詢的報告 我們才可以跟大家交代的 但是我也都是很認同我們在香港 搞這個不論是議會的政治 或者我們選舉的工程 其實很重要是要互相尊重 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香港這麼多年這麼成功 就是因為香港自由 但是自由底下我們都要互相尊重才行 所以剛才有位朋友去特別問一個問題 怎樣評估今天這麼多的意見呢 這個就是香港社會的現況 我們的挑戰呢 就是既要邁向普選 也都要維持香港社會的秩序 這個立場我相信大家是支持的 這個立場我相信大家是支持的 時間關係呢 我就抽出了最後一個五位的朋友